普利镇大南社区在重化之后 原本规划兴建社区活动中心 但因为重化基金的使用 以及活动中心规划上有所疑虑 造成社区居民的不解 日前南投县政府地震处召开说明会 地震处长简清松表示 针对居民质疑重建基金部分 因为法规有所限制 因此无法随意来使用 对于居民建议活动中心的设计问题 地震处也会好好来研议 让社区活动中心的建制 能够尽量满足居民的期望 重化里面它的一个盈亏 完全是依照我们基金的一个经费来运作 所以我们基金里面很多的 必须要维持基金的一个正常运转 所有经费应该要有一个 比较妥视的一个使用 不是说现在刚好有这笔经费 就全部把它用完 但是我们政府机关的一个 作业上经费使用一定是依照相关的法令规定在使用了 那也有它比较完整的会计制度的集合 所以我想说这个经费的使用上 相信大可可以放心 县议员陈怡君表示 针对出售底废地的重化基金 地震处要缴回一半 到工库有些不合理 也希望地震处能够查询相关法令 而针对活动中心建制部分 也建议能够结合长照来规划设计 让社区长辈在活动中心建制完成之后 有地方能够活动身心 那这种种意见就是说 我有特别跟我们厅厅说 希望可以有一个横向的联系 因为现在活动中心 希望就在这个机会 做一个很完整的规划 里面可以有一个长照据点 也可以有一个社区 我们亲子的活动的空间 那当然 绝对不是说 我们地震处能够一个处所来处理 一定是要跨部会 比如说我们的卫生局 还是说我们的社劳处 丁丁大家共同来关心 副议长潘一泉 希望县府相关单位 针对大南活动中心建制的问题 应该要多参考地方居民的建议 并且能够审慎来评估 才能让社区居民 能够有更完善的空间来使用 落实社区业务推动的功能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